好,來到第十頁,Scaler Product, Weather Product的第十頁的第一段片 我們說過 Weather Product,應該說過Scaler, Triple Product 現在來到C的部分,是Volume, Parallel Piped 或者Parallel Piped都可以的,很難讀,剛剛才搜尋完 Parallel Piped,平衡六面體,總之隔壁這個東西 我們直接說了結論,原來我們準備計算平衡六面體 Parallel Piped這個立體體積 結論就是,原來是我們剛剛計算的Scaler Triple Product 這個Parallel Piped是怎樣得出來的呢? 其實我們因為有三支Vector 這三支Vector,你可以想像由底,B和C 就會產生出一個平衡四邊形 畫了一個平衡四邊形 然後再以A作為斜邊,向上整個平衡六面體 它有點像是柱體,但又不是柱體 但在計算公式上和柱體沒有什麼分別 即是是計算底面積再成高 不過注意,A這次不是高,因為A斜了 所以我們現在試試看,如何證明到 Parallel Piped的體積會是A.pc 那就試試看 因為剛才提過,我們要計算平衡六面體的體積 根本上是底面積乘高 高就是由上面以垂直的姿態 落到底板,我不知道是哪個位置 這個是它的高 我們要計算底面積和高 我們要計算底面積和高 看看底面積 如果我們用B和C作為底面積 B和C 即是平衡四邊形作為底面積 我們之前已經提過 其實底面積就是將B和C cross起來 然後拿回長度 這個就已經是底面積 所以剩下來,我們要計算高 計算Papallel Piped的高之後 剩下就是 那高是怎樣呢? 因為我們要求H 是要垂直於底面積 所謂垂直於底面積 即是平衡這支Vector B cross C 這支Vector一定是垂直的底面積 因為H就是想要垂直的底面積 換言之,H指著的方向 Exactly就是B cross C指著的方向 當然可能是指向上,可能是指向下 我們暫時先不要管它 但是我們知道方向是這樣 我要計算的長度 即是H這個位置 H這個位置是怎樣呢? 我們可以透過這個三角形 我想要用什麼顏色的筆 粉紅色 這個三角形 粗一點 這個三角形 這個就是高 看清楚這個三角形是怎樣? 直角的 這個是我們想要的高 這個是A這支Vector 這個夾角是什麼? 是A這支Vector 我不動兩動 A這支Vector 是這樣的 和剛才的B cross C這支Vector 的夾角叫做Vector A這支Vector 動兩動就是它的長度 那H和它有什麼關係? H的關係就是 A的長度乘cosθ 這個就是H 然後我們目標就是想把底面積 乘了高 高是這個 而Vector Vector Vector 是什麼? Vector 其實就是一個 Angle Between 看一下 再看一次 是Vector A And Vector 哪支Vector B cross C 換言之 完全根據我們的定義 就是A Dot B cross C 不過最多是 相差一個正符號 所以剛才我在這裡 加多一個絕對值給它 然後在這裡 我又加多一個絕對值給它 確認我們全部計算的是正數 這樣就是的了 所以我們從B cross C 是底面積 然後計算那個H 拍在一起之後 發覺 其實只是把那個A 和A Dot 上B cross C 就是體式了 所以我們 如果又再引申 我們之前記得 A cross B dot C 可以這樣寫的 把A 放上來 然後 B 放在第二行 C 放在第三行 這樣跟著下去 所以現在我們又用新的角度 去重新看Determinant 原來Determinant 可以看成為一個平衡六面體的體值 所以現在從這個角度去看 我們就可以理解下面這件事 這個 B cross C的意思 即是 以這個 B cross C 做底 然後斜邊 A 這樣 可以當A斜邊 類似高的物體 但你平衡六面體 有六面 或者這樣說 你可以用不同去做底 你可以以C cross B 做底 所以 如果你是以C cross A 做底 即是等同於 這個做底 然後用B 方向位置做高 這樣做底 這裡是這樣 寫錯字 做底 這邊 這邊 就是 以C cross A 做底 所以同理 以AB做底 都是 同一個立體 是 你無論用哪個做底 去計算出來的體積都會是一樣的 所以我們就有這三個相等 這三個相等 這三個相等 其實就是我們對上一頁 所說的 這個 特性 不過 這個我們考慮次序 有正負值 現在我們 把絕對值給它 更加是 不需要害怕 簡直是一樣的 因為它只是在描述 我用不同的方法去計算體積 就是這樣 好